Mensi学院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节课里面我们已经说到load.js的一个包合模块的概念 那么这节课里面我们来讲一下load.js的系统模块 http 讲http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web应用的原理 那么这个以前我也讲过这个 我也画图说了比较详细 所以说这里我就简单回归一下 我们说这个web应用啊 它是有客户端有服务器端的 那么客户端通过这个浏览器 来从客户端来帮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端我们上次也说过 可以通过load.js它那个http模块来搭建 而我们今天讲这个http模块 主要是针对这两个端 这两个端的程序来讲解 那么这两个端里面 这个服务器端可能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说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服务器端的一个搭建的方式 以及它里面的设计的一些方法和实践 那么首先我在这个百度里面先查询一下 这个load.js一个APL中文文档 那么选第一个 这么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面它将这个load.js 它的版本目前是4.2的一个版本 比较接近我们现在下载的版本 所以说我们使用这个文档 这是个中文文档 这里它把load.js里面所有设计的一些系统的一些模块 它功能这个文档上面都可以查询到 那么这里我要查询我要使用什么呢 我要使用这个http模块 这里我点开这个http模块 我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方法 很多事件 这个很多方法很多事件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学动一个 其他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样的 按了同样方式举一反三 这个理解起来也不难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块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这个里面它首先有一个属性叫 stair code这个属性是用来干什么呢 它是用来统计这个 那个状态码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请求发过去 它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还是说哪里出问题了还是什么东西 它会对待一个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状态码我们就可以查询什么呢 当前我们的请求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200 通过200这个状态码我们知道 这个请求和返回是没有问题的 而下面这里有个create server 这个方法我们在以前也用过 这个方法 它是用了什么呢 它是能创建一个服务器的 服务器程序的 当然这个服务器程序不是我们 来手动变写 这是load.js它底层 通过C语言 帮我们集成好了一个东西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服务器 来接受请求进行的 然后这里create client 那么这个create server和create client 这两个方法 你看这个名字的 它可以充电扣端 我刚才说了这个web应用原理这里 web应用的原理这里 我们说有扣端有服务器端 我们刚才说create server 就是充电这个端 那么create client 它也可以充电服务器端 也可以充电那个扣端 但是我们这个扣端 一般我们都会用什么呢 都会用浏览器来充当 所以说这个扣端充电的话 我不会讲到很多 只是讲一下原理 举个例子就行了 这两个方法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几个类 一个是server类 还有一个server response类 还有这个client request类 这个类 Incoming message这个类 这些类我们在下面 都会把它里面的一些API 讲一下 当然这些东西我不会全部讲 我只会举几个常用的东西来讲一下 其他东西都是举一反三 只要你知道这个怎么用 其他东西你查一下这个文档 就明白了 那么这个server这个类里面 我这里先写下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要用它系统的系统 这个loadigest的系统模块 我们要把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那么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request函数 这里面写模块名称 注意这个系统模块 不用加那个路线了 直接写模块名称就行了 然后我定一个边量htp 把这个模块结设下来 好我们看这个文档 这里一个create server 我们先创建一个服务器出来 htp.create server 好 注意啊这个方法到底怎么用 我们再看一下 以前我用的时候 我们这里还传了个参数 传了一个例明函数过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怎么用 我们点击看一下 点击 它有一个相对来说详细一点的 对这个方法的一个介绍 它是返回一个新的web服务器对象 它返回一个是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定一个边来接受下来的 然后它这个函数里面你看没有 它这里打个中文号 这里有个request listener 这个request listener 它翻译过来就是什么 就是监定器的意思 就是请求监定器 它其实就是个函数 那么以前我们是把这个函数 例明函数直接传在这里的 现在我们不传在这里 我们用另外的方式来创建 我调用这个htp模块 它的一个create server这个方法 返回一个服务器对象 这个服务器对象 它接着请求它怎么接受呢 它可能通过一个方式来接受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api 这个文章上面 它要接受请求的话 它是通过下面这个事件来接受的 这里我狂选了这几个 其中一个 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接受请求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我们要把它绑定下来 通过一个监定器来绑定下来 那么这个监定器的话 就会处理这个事件出发的时候 它的一些后面后续任务 那么这里怎么绑定呢 通过server这个对象 点按 电脑这个函数 然后第一个要指定这个 请那个事件 事件那个名称 就说当它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 我要触发这个 触发这个函数 那么这里因为是我 我是处理这个请求 请求的一个 那个事件 所以说我这里必须要写request 注意这个request是必须造写的 不能乱写 你写出来它监听不到 那么后面是呢 后面是跟了一个监听器函数 这个监听器函数 注意我们看这个监听器函数 在APL里面 这个监听器函数它是 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不是说你随便写一个 它这里 给我们这个文章上面 给我们显示的时候 这个监听器函数必须要有什么呢 必须要有那个 参数啊 这两个参数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代表请求参数request 一个是代表那个响应参数response 这两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在下面我们讲这个 模块里面其他两个类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这两个 这里我现在不想做相机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监听器写好了 这个监听器里面 我就随便写一句话 打一个 接受请求 现在我们这个服务器 已经绑定了这个事件了 也就是说 待会当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访问我们这个服务器 那么它就会什么呢 它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 最终会调用我们的监听器 来处理我们的请求 我们知道这个服务器 它是个 那个 网络程序 网络程序 我们要被浏览器访问到 所以我们这个访问的时候 都是通过网络来访问的 所以说 我这个服务器必须还要干什么 还要监听一个端口 那么今天端口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监听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模块里面 还有什么方法 看这里 这里有个 这个类里面 有个什么 有个listen的方法 其实不止一个 它有三个 这个方法名称相同 参数不同的 我们在这个程序里面 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方法的重载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参数不一样 来区别 这不同的方法的 那么这里 我选择选一个 选第一个 选这个吧 选这个 第一个 参数比较多 那么参数比较多 它这里打中央的参数 我都可以什么 可以省略 可以加 可以省略可以加 第一个参数 是这个端号 注意这个端号 它是一个 实定制的一个数字 listen 实定的数字 这个实定制的数字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端号 只要你这个数字 是在端号 这个范围之内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 它这个范围之内 你就可以写 你不要和其他 那个网络程序 端号冲突了 所以这里 我写个三线 那么第二个 它这个什么 它是主机名 你可以指定哪个主机 可以连到你这个服务器上面 当然我这里不指定 就所有 所有扣端都可以连上来 第三个什么 banklog 这个是连接的数量 就是允许多少人连接上来 最后一个callback 这个是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 是用了干什么 它就说请求 当你这个监定成功了过后 或者失败了过后 它这个回调函数会触发 那么我这里把这个回调函数重写一下 传过去 那么这里我写一个方形 这个回调函数 它也会给你传个参数过来 我们看一下 callback 这里啊 回调函数 它会传个什么参数过来呢 它会传一个错误对象过来 也就是说你这个 服务器 监信这个端口到底成不成功 它可以通过这个错误对象来查看 那么怎么查看 只要这个错误对象 不为空 那么说明这个错误对象是有的 那么说明你这个产生错误了 今天失败 启动失败 好 那么如果这个错误对象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说明你这个服务器启动成功了 进行三件单口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几行代码 就把这个服务器 简易的服务器搭理好了 它可以接受请求了 那么现在我可以启动这个服务器 它服务器启动成功 监定三件单口 说明这个L对象没有 就属于空的 就是没产生错误对象 那么现在这个服务器启动成功了过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我画的图了 也就是说这个端 我们已经搭理好了 那么剩下的 我们就要搭理什么呢 我们就要启动这个扣端来访问了 扣端的话 我说说过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浏览器来 来直接访问 浏览器它其实就是个扣端 那我再输一下这个IP地址 所以这个地址栏里面输的格式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UIL 写的格式 它是http 然后localhost 这个是代表你本级的一个域名 然后后面要给你什么呢 给你这个本级服务器的一个端口号 然后回车 回车过后我们看这个浏览器在一直在转 我们不管它 那我们看下这个服务器端 这边有没有什么反应 它在打印了个什么 接收的请求 看见没有 说明我们那个浏览器发送过来的请求 它已经被什么 被这个服务器接收到了 已经被这个服务器接收到了 这就是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http模块 它的一个server这个端 来打印一个服务器 很简单 当然这里面我们刚才只监听了什么 只监听了这个request这个这个事件 下面还是什么connect 那个close check continue check continue 等等你系列事件 这些事件监听的方式跟这个一模一样 那我就这里不挨个讲了 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不挨个讲 那绑定方式也是这样 你这个服务对象 on 然后后面给你这个事件名称 注意这个事件名称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里 看没有这里我刚才写了个request 我就写个 我要监听那个 请求那个事件 我写request 你要监听什么关闭事件啊 什么 那个检查那个继续事件啊 这东西啊 连接事件啊 你都按照对应的名称来监听就行了 那么后面写上对应什么呢 对应的监听器就行了 写上对应的监听器啊 这就是服务器端啊 注意还有服务器端 启动之前啊 首先要监听一个 关号 这个已经不要忘了啊 这就是我们服务器端 下面还有几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close方法 这个方法是禁止这个服务器 接收新的链接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档上面解释 进入服务器接收新的链接 它叫我们查看这个 led这个模块里面的server close 它是基于这个close方法来实现的 那我们直接调用啊 我就不看底层的那些方法了 我在这里 写了一个server.close 写到这个 请求这个函数里面 当请求到 第一个请求到来的时候 我就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还是这里绑定那个事件 所以这个函数当被触发的时候 它会自动调用这个close时间 就是说这个请求被关闭了 我可以触发这个事件 那么这里我分别打印了两句话 分别在这两个函数里面 那么现在我先启动这个服务 我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我先访问一下 我们看这里啊 这里接收到请求 那我再次访问一下 再看一下 看到没有 他在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连接 他就被拒绝了 不允许你再连接了 所以说这里触发了这个事件 禁止被连接 禁止新的连接 以被禁止 那么这两句话都打出来了 这就是close方法的一个用处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下面还有两个方法 我们再注视一下 下面还有几个方法 这里还有一个settimeout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用的干什么呢 你点击看一下 为套节制设置超时时间 说白了就是为你这个浏览器 建立的这个连接 设置一个超时时间 那么现在我设置这个时间 设置一个 我就设置到这方面 server.max.settimeout 他这里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你这个测试多长时间 他会超时 那么这里我是写个三千 注意这个三千 它是三千毫秒 也就是说这里现在只是三秒 那么当三秒到达过后 我们这里回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我就随便打一句话 那证明他已经被调用了 你超时 咱们这一句话 我还是重新启动这个服务器 然而通过这个浏览器访问 注意我现在没有访问之前 他过三秒 他是不会触发这个世界的 因为他是这个这个时间 这个超时的时间是相对什么 相对于当前连接 在三秒之内 如果没发出新的联系 或新的请求过来 他就会设置为超时 他就显示为超时 然后访问一下 请求已到达 我们等几秒钟 看到没有 下面他显示已超时 说明这个时间已经被什么 已经被我们刚刚的代码 处理了 已经被我们这个函数处理了 这就是settimeout 这个方法一个用处 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 这里我就不多说 下面还有两个属性 settimeout 这个maxheader count 一个设置这个超时时间 一个设置这个 最大的这个请求投诉 最大请求投诉 这个请求投诉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这个IF12 当我这里发送请求的时候 我这里发送一次 当我发送请求的时候 我点到这个IF12 调出这个 谷歌流那器 它那个控制面 那个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那么在控制面板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个请求 叫lockhost 这是我请求的 那个我组织的域名 我点一下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拉上一点 看这里 这里有一系列的东西 这一系列的东西里面 它这里有一个 request headers 这里 这里 这个请求的数量 我们是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服务器端 这里这个属性来设置的 这里 这里 这个 setmaxheaders cant 这个属性来设置 它设置一个整数的 这里因为用了 我们用的不多 所以这两个东西 我们就辨识了 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 我这节课先录了这里 下节课我们接着讲 另外两个对象 这个请求对象 和这个响应对象 现在 进入这个词